这个要先分析的是哪种原因引起来的 我们常见的原因有三种 第一个是在颈部这些部位 可能我们孩子要拥有湿疹 湿疹是由于过敏引起来的 例如说对一些床单被造 或者一些霉菌了这些过敏 但是最常见的还是牛奶蛋白过敏 引起来的 这种情况皮肤宝宝的皮肤周围 本身有一些红磅出现 在一些皱褶部位可能会加重 第二个是由于天气热 导致我们一些比如说肺子出现 肺子的话是因为我们的汗孔 不能够完全把将汗盘到体外 而在皮下淤积而导致的一些皮疹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 保持皮肤的一个清洁干燥 可能会好一些 第三个因素就是一些理化刺激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孩有义奶 流口水蒸起这些问题 一些奶或者一些口水流到我们的颈部 也皱褶部位 就会导致自己的皮肤导致皮肤发红 所以综上三个原因的话 我们主要所要做的就是 首先排除小孩是不是有些过敏的物质 是不是湿震一切的 因为湿震我们主要是进行保湿 还有保湿皮肤的一个清洁就可以了 如果是太热的话 其次要给孩子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 让居屋皮肤不要太热了 其次就要注意一些 温的饭了口水这些 奶了这些对居屋周围的一个污染 不要影响我们皮肤 不要刺激居居居皮肤 会引起一些这些症状 感谢观看